将函数y等于2的x次方的图形向左平移两单位 好那左右的话呢就是跟x有关系 所以我们的函数原本是y等于2的x次方嘛 那你向左平移两单位就是x的地方要加2 再来向下 向下平移三个单位向下就是在y的部分 好那向下呢就是减的 所以就是整个数去减3 好所以我们新的函数呢就完成啦